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雅 我們現在打戰火輪迴改 那這邊就是用這次的1%大獎 全合作配置 星矢五小強 這一關的話 其實 說實在的啦 比較需要注意的是後面20關 前面20關基本上隨便打 你如果有雅典拉羈絆的話 你可以跟我一樣 這樣子洗技能 拉角色珠 然後不要消到那個角色珠 這樣就會減CD 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你就讓他慢慢跳起來 他只要跳起來 就馬上開下去 因為這一個輪迴的話 他是有一個比較麻煩的點 每回合會把CD領的重置 那這種有變身的角色要特別注意 他技衣跳起來 你要開下去 要不然他等一下重置 你連變身的CD都會被重置掉 那可以看到 基本上前面是完全無壓力的啦 這一關是3回減攻99% 讓他3回合過 然後再開招變身 這樣就可以了 反正一開始要記得的事情就只有一件 就是他們的技衣跳起來的時候 記得開下去 那數字盾的話 前面的也不算太難 後面有一個數字盾比較麻煩一點 到時候再來跟大家講 接下來第5關 這個是COMBO法印轉 你開始轉的時候才會顯示 那也一樣 就是去把他轉對就好了 再來二血是石化 那這邊變身都跳起來 就直接把他變身全部開下去 這邊我是利用紫龍來解啦 用紫龍的那個 欸沒有欸 我是用一灰來解石化 好啦 用紫龍也可以啦 就是紫龍的二技讓他持續天降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把那個 石化的珠子消掉 也是一個方法 好 手消多種減傷 這邊就是去消光就好了 這一隊沒有用到任何黑科技 然後原片大概打42分鐘 算快齁 40關打42分鐘應該還不錯了 好來 這邊靈魂石的話 因為有燃燒 所以我們把第8桿開下去 直接無視燃燒 那手殺盾的那隻就是燃燒的 把他打掉之後 再把剩下的轉掉就可以了 好 再來第8關這邊弓錢盾 那直接用星矢去無視弓錢齁 前面的怪 血都還算少 來 第9關這邊的話 好 第9關這邊就稍微注意一下下了 如果你跟我一樣遇到是這隻 這隻是比較倒楣的 另一隻是七康火焰地 比較好解 那這隻比較倒楣的話 就是 你可以先試著轉一回合啦 像我這樣子用一灰炸三隻行出來 阿如果沒有 那就再把龍科洗回來 因為龍科開第8桿 可以直接無視固定連擊齁 那這隻是越攻越強 可是他CD2 所以絕對有足夠的時間讓你洗回來 這個是可以不用擔心的 因為我這邊遇到怪 算是運氣比較不好的了啦 後面還有一隻也是遇到運氣很不好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劇本應該是可以參考 來 接著回復顛倒 喔 這邊 沒有兼具星 這件事情就很棒了齁 你看 沒有消到星 就完全沒事 來 接著二血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這邊我們開冰河 然後拉一個角色珠下來 基本上靠著冰河追打的火會過去 那如果你不放心 你就是再多開幾招這樣子 基本上這一關就是見招拆招 那這邊三隻十項的話 開順的減傷 然後基本上也只要一扛兩扛這樣轉 讓他們慢慢去自殘到死就好了 中間自殘死左右就會自殺了齁 順的減傷是你只要有被打 效果就持續 來 接著這邊把板面炸掉 這一關遇到不能消木的 那就去把木珠稍微疊一下齁 然後去符合他的紅綠燈就可以了 好 阿沒有一波帶走也沒關係 這邊的話其實每回合板面都會給你還蠻漂亮的啦 你要去消到木珠應該是蠻難的一件事齁 就是不要手消到就好了 來 接著十三關 這一隻是越攻越強 無限回血 基本上可以當作沒有技能啦 就直接轉掉就好了齁 好 OK 這邊帶走 來 接著十四關 十四關就是這一隻 風暴加無暑 這邊的話如果你跟我一樣齁 用一揮 然後加星矢的惡技光珠一消 讓他直行去掉火下來 這樣子就可以了 相當的輕鬆齁 來 接著是九康的光弓盾 這邊記得不要停在黑洞上面 就沒事了 這邊也是直接帶走 來 接著五鼠 然後不能守消星 這邊一樣稍微去把星珠 區隔開來 就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齁 如果剛剛五鼠風暴那邊沒有看清楚 你可以把速度稍微放慢再看一次齁 來 這邊一樣不能消木 它突擊你會轉木 那我們就用冰盒再把它轉掉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再消到木了 你們要去疊珠都隨意齁 那個 有沒有疊 不差那一糠 傷害絕對都很足夠 好 來 接著是金銅玉女 這邊的話是首消三鼠 跟首消光暗 那這邊的話 我先去處理光暗 我本來是想要一次疊啦 可是後面有點失誤齁 三鼠那隻就沒有 那這邊的話 它繼承 繼承之後也打不死你 所以不用擔心 就慢慢去把 三鼠首消 然後疊光暗這樣就可以了 好 風暴加五鼠那邊稍微補充一下 齁 一灰變身是點三直行 你就點冰盒 順 還有子龍 這樣子的話 就有水暗暗了 然後再加上 星矢的變身二技齁 光珠一消 光絕對會消到 那再來就是 它自身的直行會掉火下來 這樣子五鼠就都有了 好 接著十八關這邊 首消指令八 我們一樣把地八桿開下去 這樣子的話 可以無視固定連擊齁 好 前面二十關真的都算還OK 比較麻煩的就是後面二十關齁 來 接著五十級盾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去把順的減傷開下去 然後盡量讓它趕快去追打完 我說的不是順的追打 是冰河 或者是星矢的追打 讓它趕快去打一打 然後用順來減傷這樣子 因為順只要有被打到 它就效果會持續在那邊 是一個常駐的減傷齁 百分之八十 還蠻實用的 好 那這邊星矢跳就開下去沒關係 好 接著就來到王關 這邊的話也可以稍微跟它對魔一下 不過如果你不想魔 你就跟我一樣 好 就用一灰把板面炸掉 好 它炸完之後 這一隻 還好 所以星矢一隻就直接把它碾壓過去了 等下四十關那個血量才是比較多的 好 那接著二血的話是減傷百分之九十 然後會滅星回血 好 不過這一隻血量 對 也還好 所以這邊的話 就一樣平轉就可以了 好 星矢每回合給的板面真的很漂亮齁 很容易滿版 好 那它這邊復活了 我們就把星矢的招式補下去 好 順的話可以不用開啦 因為這一個 它是無視控制齁 你也不能附上風暴 它就吃不到那個2.5倍了 所以這邊其實靠著星矢應該就足夠了才對 好 接著就是後面二十關囉 開始了 來 二十一關還是小怪 還可以讓你喘口氣齁 這一關打完記得稍微記一下你的珠子 下一關是符石騙你齁 然後還會鎖記 好 這邊就看你遇到的是哪一隻了 我遇到不能守銷木的 好啦 那我這邊光珠夠多 就是直接去守銷光 剩下一種疊的就好了 好 這邊帶走 接著二三 這邊的話八康 然後會給你 兩個毒物位置 但是八康對星矢來說完全沒影響 你只要銷到鎖定的位置 它直接幫你加康齁 好 來 接著這個數字盾就是比較麻煩的版本了齁 它是二十到二五版本的 所以這邊在消的話要特別注意齁 所以像我這邊就有誤差 誤差到兩顆還不會死 它打你三下還不會死 但是還是要特別小心齁 好 這邊帶走齁 來 接著二十五 好 二十五這邊的話 combo法應轉 你開始轉的時候才會顯示 這隊有十二秒轉珠啦 所以應該也還好齁 來 接著又是回復顛倒 不過要特別注意這邊是克屬盾 所以我們這邊記得把冰盒開下去 讓它去打水齁 好啦 那這邊沒有消到星的話 其實就算有消到星也不會怎麼樣 你不要消太多組都沒事 好 來 接著這邊是水印記 你要累積到十個水印記才可以造成傷害 但是你又不能手消水 所以這邊我們要稍微疊一下 那先跟大家講這一關好像 有稍微花久一點時間吧 對 因為版面不允許齁 你看像現在兩顆 我就要再自己拉一個角色珠 就比較麻煩 啊這一回其實也是兩顆 但是 我在轉的時候 我好像看成只有一顆吧 我就沒有拉角色珠 所以這一回合算是 很多餘的一回合啦 那你就是去疊水珠齁 你疊一疊它基本上 也打不死你 就慢慢跟它耗就好了 好 十個之後呢 記得不要手消水齁 就是去 把傷害轉一轉 舔一舔 泡一泡 好 那這邊就帶走了 來 接著27關 好 27關這邊的話 轉那個它指定的combo 一開始是3康 最後好像是7康吧 啊你也不用去轉紅綠燈 沒關係 你只要有轉隊 它就會自殘了 像我一開始第一回就轉錯 好 那你如果跟我一樣 這一關其實只有一回合失誤空間 你如果跟我一樣轉錯 那你最後記得開龍科 要不然左右的抑鬱法眼打過來 會死齁 對 你有失誤就是開龍科 沒有失誤就沒事 那到6康開始就比較難一些些了齁 所以我這邊有用一揮來 處理一下這個版面 好 那處理版面之後呢 7康又更麻煩 這邊我有把星矢的一消開下去齁 星矢是光珠可以變成一消 那你去把combo算一算的話 基本上 也不會到太難啦 像你場上光珠這麼多 你要去把他切成7顆 應該也是蠻簡單一件事齁 也不能說簡單啦 但至少是做得到的事齁 好 這邊的話 雖然中間死掉左右會自殘 但是你不能在左右是CD1的時候 帶走中間 不然左右一樣會打過來 這邊你就需要靠延遲了齁 好 這邊延遲住之後 中間死左右就死了齁 來 接著28關 28關這邊的話你可以直接去轉 他是死掉之後才會把你變成問號齁 這邊是10康 10康的話一樣不影響啦 就是 對啊 轉到鎖定的位置就幫你加康了 再來29關 這邊不能首消水跟不能首消木 這邊我直接把星矢開下去 然後做一個切格開來 可以看到我也沒有刻意疊珠齁 傷害就很夠了 來 接著30關 這邊要消八祖符石 那我剛剛其實 有點失算啦 這邊的話應該要把星矢留著才對 那以便開二消 不是二消 開二技光珠一消 但是因為我 剛剛把它玩掉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變得比較辛苦一點點齁 這邊要消八祖屬性珠 新珠不算 那如果光是一消的情況下 這個條件就非常好達成 那我這邊就是沒有辦法去消到那個 八祖屬性珠啦 欸 有欸 其實有消到欸 好啦 如果沒有消到你就這樣子跟它對魔 它打不死你齁 來 接著首消多種減傷 這邊我們就是去消光就好 剩下都用疊的齁 啊 我有不小心消到一組暗啦 所以我這一關 多花了一點時間 你如果只有消光就不用擔心 你跟我一樣失誤的話 就把光一消開下去 那就去消光就好 這邊就本身就是一個大爆發了 來 接著31關 這邊是不能消木 然後首消指定6齁 這邊我們直接把第八桿開下去 無視固定連擊 那就只要避開木就好了 好 這邊帶走 來 接著32 32這邊的話是兩階段血量 第一階段是大於等於八糠 那八糠對這一隊來說 我剛有說了齁 消到鎖定的位置 就直接幫你加康 來 接著 手消指定8 這邊我們的第八桿阿賴耶士效果還在 所以 直接無視掉 OK 來 接著33 33這邊是手消全光 然後不能消暗 嚕過去會變問號齁 這一隻是 算是運氣比較好啦 因為場上光珠真的很多 你就去把他做一康消掉就好 好來 接著這邊工錢盾 可以用心死的一消去無視 但是 我轉的太輕了齁 我想說他血量應該很少 所以剛剛基本上可以看到我是接近一個空轉的狀態 好 不過沒有帶走 那打 打你之後再把他慢慢帶走就好 來 接著這邊是手消全版齁 那這邊的話 我們要把星矢五小牆的組合技開下去 所以我們去累積一下EP 好 這邊他打不死你 所以你有消到星珠回血 基本上沒有太大問題齁 好 上一條血是木符石的復印 然後不能手消木 好 來 這邊組合技開下去之後 基本上就是直接爆過去了 完全沒有問題齁 來 接著35關 好 35關這邊的話是打你之後會碎裂 然後他是25%盾 20還25 忘記了 反正就是 對 要花很多回合才帶走他齁 那這邊你只要場上有星珠你就不會死 所以不用太擔心 那上一關那個伊血再講一下齁 他是不能手消到木 然後木符石的復印 所謂復印就是 如果一開始場上兩顆你沒有去消 他就變四顆 再沒消變八顆 以此類推齁 好啦 這邊碎裂有持續回到血 那就進到二階段 來 接著二階段這個 不能消三屬的五屬強化盾 那這邊就把星石開下去 好 這個消光暗的版本就簡單多了齁 三屬很好疊 阿如果是不能消光暗的版本 消三屬的 那個就 參考一下LV10 9月LV10的影片齁 好 來 接著這個也是齁 首消指定combo 去符合他的條件就好 他是六七八九十齁 但是這邊要特別注意 他每回合會把你龍脈移重置 所以你這邊不太 應該也只能失誤一次 我記得是有失誤一次的空間 你第二次的話基本上就沒救了齁 因為你也不能用龍科去拖住他 我是不知道他有沒有無視控制啊 如果沒有你可以用風暴 順的風暴去牽制他 好 九康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這邊 我好像就失誤了吧 場上根本沒有九 因為星矢他會每回合去炸 就比較 這怎麼講 雞肋嗎 只要可惜一點點啊 那這邊的話我最後是 九跟十都是開星矢的一技去解 用這個固定版面 比起你在那邊給我炸的Y7扭8 我自己來製造這個版面好像還好一點點齁 九康跟十康都用這個固定版面來解齁 因為已經完全沒有失誤空間了 OK 好 這邊就直接把他帶走了 來接著37關 37關這邊也算是相當麻煩的一關啦 首消水木光暗盾 然後都不能消到其他屬 然後他們四個又都有隱身 這一關基本上就是拖時間啦 你如果這時候組合技效果還在 你可以直接開組合技 就是吳小強的 那個炸武藝出去的那一個 被罵翻的那一個 說消耗EP太高 如果沒有留著就這樣 讓他慢慢打過來 把順的減傷開下去 基本上沒事齁 因為他們每回合都會打你 好 那現在四隻全部打過來 也才這樣而已 順的減傷真的很威武齁 所以 把他開下去 對魔也沒事 齁 好 這邊先處理掉光的 好 這邊基本上就是一隻一隻慢慢處理掉啦 這個要看你版面 你看像場上那麼多光 就很懶得去疊 對啊 你好不容易疊到 可能旁邊又不小心消到其他珠子 就比較麻煩 好 反正這邊就是 一隻一隻去帶走他 不要急齁 啊他們都可以消心啦 例如說手消全木 不能消其他鼠 可是心是可以消的齁 好 這邊就盡量去把版面濾乾淨一點 我只能說這一關 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慢慢跟他對魔 好 這邊有疊到木的 好 不過沒有帶走齁 COMBO太少啦 那這邊就再做一次一模一樣的動作 好 木的帶走了 剩下水的齁 水的這個也是相當麻煩 好 也是一波沒有帶走 那就要帶第二波啦 好 這邊就帶走了啦 好 來 接著38關 好 38關 好 38關 這邊的話 這個算是霸法盾嗎 就是 洛克人合作的地獄級那個霸法 他也是類似這個技能 好 不能消暗 然後燒一隻行 那一隻行就會變成暗 好 反正這邊就是開阿賴夜市去無視掉燃燒 好 基本上你就很好轉 但是要特別注意齁 但是要特別注意齁 他是20%盾 但是燃燒只有讓你無視三回合 所以三回合之後記得 不要去爐不然會 會 會熱擊生杯 好 這邊我用一揮去炸直行出來 那一揮你只要有消到瞬 的直行 好 他就會再掉星下來 所以回血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好 那最後可以用冰盒齁 去把那一個直行的暗炸掉 這樣也是可以 好 再來二階段 好 二階段這邊我稍微失誤了一下下 他是水火木光星同等盾齁 我以為他是水火木光暗星同等盾 然後我最後就是有點 邪掉 這邊算我自己的失誤啦 而且他有一個點燃盾 不過以星矢的傷害來說齁 你把主動技開下去 然後有轉到直行昇華 基本上傷害都很夠齁 好 我這邊有補一隻一揮下去 那這一次無屬同康就要轉到了齁 因為已經沒有失誤空間了 好 這邊星矢傷害真的OK 來 接著39關 這邊記得不要手銷到星就好了 你瞬有沒有開示沒差 因為他要無視減傷啦 只是說你的瞬的效果會一直在那邊 蠻可愛的 這邊是要打50下之後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那你的角色裡面 星矢跟冰盒都可以觸發追打 所以可以善用這兩個的主動技 趕快去把50下打一打齁 不過這邊有一件事情要做 我們王一需要用到星矢五小牆的組合技 所以這邊記得把EP稍稍的磨回來齁 其實理論上來說應該是夠啦 星矢可以不用理他 啊 冰盒的話就不用開了 因為你開了的話 EP就會被耗損掉 啊星矢的話只會吃到一隻 所以你開其中一隻是沒差的 這邊就是每回合去疊星 這一隊轉珠時間很長 所以不用擔心齁 就慢慢去把他磨掉 好 那這一回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帶走齁 前面兩下打完 後面就爽了 OK 接著王一 碎裂 然後單擊10億 這邊就是五小牆發動組合技的時候了 這邊就把組合技開下去 然後直接空轉齁 他是掉五屬加星人牆下來 然後符石有兼具200% 這邊子龍就灌過去了 來 接著二血一樣齁 減傷90 這邊把星矢開下去 然後轉完把龍科打開 因為這樣子的話他就沒有辦法滅星回血了 場上就沒有星珠齁 那他的血就會鎖在一滴 你下一回合只要輕輕轉他就爆掉了 好啦 OK齁 以上這邊大概是五小牆的劇本 通關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最後就是只剩一滴鎖血 好啦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